如果我是中國 我今天要進攻美國的話 我一定還是要針對Swing State做進攻 俄羅斯其實就提供很好的啟示 俄羅斯在2016年那一次 他們資源不足 他就只針對Swing State做進攻 所以第一個美國應該要注意的就是 搖擺軸 中國在裡面的影響到底有多大 第二個就是 因為傳統媒體對他來講 沒有那麼好打進去 美國的法規其實是在擋這些代理人 什麼等等之類的 所以他怎麼接觸當地的政治人物 應該才是比較關鍵的 因為美國的投票率 沒有到台灣那麼誇張 所以你對於政治人物本身立場的轉換 比你影響民意要來的快速太多了 所以他要怎麼去做傳統統戰的路徑 或者解放軍做策反的路徑 去接觸政治人物的幕僚 我覺得對中國來講才是重要 所以美國一直在看 到底中國的間諜在哪裡 我覺得這個方向絕對是對的 美國現在是平均每10個小時 就有一個中國間諜案的調查 這個方向一定是正確的 那再來就是微信跟TikTok 影響到一般年輕的選票 微信的使用者也變多了 TikTok的使用者超多 所以他在這個裡面 的確是可以去散播一些 不利美國的資訊